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量子科學以光電科技改善的生活 也增進了質量國際標準的精密與穩定 科學家發現電壓電阻與電磁波能量等電磁量的量子單元 與普蘭克常數H相關 因此定定的H是等於6.626... 為維新的質量基準 工程師使用類似於這個圖的電子天平來校準質量 並利用經過量子單元校正的電磁量 來測量與換算線圈電壓與電流 藉以連結質量M與普蘭克常數H 就是我們發現這個線線給它通電以後 它會產生磁場 這個產生磁場就有所謂的磁通量 或是磁力線 這個磁力線實際上是量子化的 我們發現這個單位當然是非常小 那磁力線量子化的話 跟磁力它會互相吸引 那磁力當然是量子化 那磁力量子化的話 那根據這個天平這樣平衡以後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質量的話也就跟著了量子化 不過這個是工具商的量子化 那質量是不是真的量子化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是藉著這個磁通量量子化的話 來得精準校正說 這個質量的最小單位 就質量的最小單位的話 就可以跟這個普蘭克常數連結 為什麼 因為這個磁通量的話 它量子化的話 是跟這個普蘭克常數有關的 不過這個我們不管 那麼現在他說 某森利用積木製作了一座 類似於這個圖26的等密天頂 不過這個等密天頂應該很貴 為什麼 因為這個精密度很高 你這個的話至少要在什麼 要在這個密閉的空間操作 不然你這個空氣稍微移動一下的話 這個就不準 好 那他說現在 圖中 右側為 秤 秤盤 這是秤盤 左側是線圈 跟什麼呢 跟這個磁鐵 然後 XY代表兩極 NS或是SN 這樣子 以支點為軸 這個當轉軸 也就是說 這整個系統可以繞著這個什麼呢 就這樣轉 繞著這個支點這樣轉 線圈以秤盤 可以是維持水平的靜子模式 好 或者上下微虎震動的動態模式 微虎震動的話 那這固定的話 它上面就會產生感應電壓 那我們可以利用感應電壓的話 來做一些事情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第一小步 關於文中提到物理量 哪個是基本量 我們現在來看 A 質量 質量是基本量 我們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 反正有個單位 他把物理量的話 有七個選擇為基本量 有七個 其中質量的話就是一個基本量 那電阻、電壓、能量、磁場 這個都不是基本量 所以答案選A 好 再我們看第二小步 它說靜態模式時 無電流的線圈與空的秤盤質量相同 這個把這個拿掉 這個拿掉 這個線圈的質量跟秤盤質量相同 所以這個時候就平衡了 平衡以後 天平最初處於水平狀態 你看 在側霧 置入 秤盤之後 置入以後的話 它會傾斜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把磁鐵放上來 這裡有電流 要讓它互相吸引 那這樣兩邊就會再度平衡 好 那麼他說 哪些能使天平會有平衡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A選項 A選項的話 就這個磁力要往下 那磁力往下的話 就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說這裡如果是N幾的話 那這裡必須S幾 或者這裡如果是S幾的話 這裡必須N幾 好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 這裡如果是N幾的話 這裡如果是N幾的話 那這個線圈呢 這裡必須S幾 那S幾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N幾就是什麼呢 就往上 就磁力線要往上 就線圈造成了什麼呢 造成磁力線要往上 造成磁場要往上 往上的話是N幾 那這裡是S幾 那往上的話代表什麼呢 代表呢 電流要這樣子 不對喔 電流這樣扭 相反 當你的電流如果這樣扭的話 看過去的話是這樣看的 這樣看過去 電流這樣扭的話 這裡是N幾 這裡是S幾 所以呢 是這種情況 或者呢 或者什麼情況呢 或者是說 這裡是S幾 這裡是N幾 那這電流方向相反 電流方向的話呢 是這樣子 是往這樣看過去的 電流這樣轉的話 那這裡就是N幾 線圈的這裡是N幾 這裡是S幾 有這兩種情況 那這兩種情況的話 我們看 首先這個A選項是這個情況 再來的話呢 D是這種情況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要選A跟D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要選A跟D